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我将命写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写的 遥行福音十章 十七十八节 神中科的内容说到 李或许听说过沙曼库南 这名字 他是一名退休的泰国海军军官 2018年6月在泰国 有十二名男孩和他们的足球教练 被困在谭香洞月里面 对他们发起的一连串救援行动 当时轰动了全世界 而沙曼主动投身于救援行列 自愿给予协助 在救援行动中 他在给他们输送氧气时牺牲了 他真是个英雄 因为有消息称 当他意识度动月里的氧气含量很低时 虽然明知自己可能会有危险 但他放弃了自己的氧气设备 师徒又会去 在无私的爱中 他选择了捨弃自己的生命 来拯救这十三条生命 耶稣的牺牲是他自己的选择 在约翰简短的罪述中 他为羊舍命的这番话 重复了四次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至十八节 约翰强调 耶稣的牺牲不是偶然或简单的不幸 这是他长久以来的计划 为了拯救人类 他自愿信从这个计划 这个字的希腊文 原文经常被翻译成我自己 而即是我自己写的 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 坦白说 耶稣如此爱我们 这不仅是他的选择 而是先 就计划好为我们的救恩而死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迷 这就是为什么在十字架上 可以找到我们个人的价值 因为我们能值此明白自己对他有多重要 巴克来解释到 耶稣不是因为逃避不及而被捕的 即使天使不来救他 他也有能力在任何时候回转过来 拯救自己的生命 他并没有失去生命 他只是把生命刺给了我们 直到最后 捨棄他生命的那一刻 耶稣仍然掌管一切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 不是钉子 而是他对你我的爱 他当然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 不去承受更多折望或死亡 但是他对我们的爱 超过他肉体上 情感上或属灵上的痛苦 是的 我的朋友 你是如此的 被他所爱 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神中课 欢迎你明天继续收听 再会